本来就有血栓 平时饮食就应该特别加小心 他们怎么能让他喝酒啊 这还想不想让他活了 谢谢阿姨 牛脚吧 喂 爸 你干嘛呀 爸 你干嘛呀 爸 你干嘛呀 混蛋你们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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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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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爸 不能喝酒 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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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那瓶酒不是不了解 你问我哥 是吧 这 这不是说的没错 你发什么瘟啊你啊 当时的情况你又不在呢 爸 什么瓶酒 你不是 不知道 牛脚 你干嘛呀 混蛋你 对面 干嘛呀 你还教别你 行了 行了 别手机 别拦着我 这两个混蛋 大夫 我爸 怎么样 不太乐观 手术还是挺成功的 但最后是什么样 现在还不好说 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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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牛 醒了 你昨天可真吓人 你昨天可真吓人 我爸 爸 就什么都别想 踏踏实实 安安心心的 把病养好了 让你身体好了 想干什么呢 才能干的 看多好 那月妹 天天守着你 爸 一声都说了 你肯定能好的 别着急 他们就是都不管你 我肯定会管你的 不管你成了啥样 我肯定跟你赢了 来 隋子 来 赶紧吃饭了 快点 快点 我妈妈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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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快点 我厨房在给你蹲着肘子呢 我买的这么大肥 我没胃口 不是 你别没胃口啊 你现在得补 得催难你知道吗 你说话怎么那么不靠谱 我现在 现在催什么催啊 早催比反催强啊 你现在不对劲了啊 爸 爸这边等着你签字 你可好 在那边磨磨蹭蹭的 一会儿这不行 一会儿那不行的 你什么意思呀 不知道 我倒是一个仔细的人呀 我上班每天干嘛呢 他不就是看合同签字吗 一说到签字吧 这事得特别仔细 他要不然出事 我都必须得仔细 得看清楚了 是不是 反正我觉得你变了 你以前对家人 都不是这样的 你再看看你现在 对你爸 对你哥 你姐 你嫂子 都那样的 不 不 不 对家人怎么样 你看 这菜做多丰盛啊 你还炖着肘子呢 无论不治 月白 哥 爸怎么样了 醒了 紫霞大夫陪着呢 您这怎么样了 现在这钱太不容易了 你嫂子到学校兜了半天 你就给了两万块钱的支票 赶紧把这些交了吧 人上午又来催了 说再不交钱 他们就要停药 是吗 那现在我赶快去了啊 你别着急啊 这个哪个相算正常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算正常的 姐 师傅 您的迷人在这儿啊 我哥也没来 替替您 来了 我让这儿交钱去了 哪儿的钱啊 学校 好说歹说才给了两万 赶紧把住院费交了吧 是吗 诶 师傅 你怎么也来了 这是那个 支票是吧 干什么呀 你爸他们在那里给钱 你能不能 你随在那信用卡的钱给还上啊 哎呀 那怎么行啊 爸这一天用药 一天两三千呢 我这些东西好像不一定够啊 不是 那个 这信用卡的钱 这套我侄置得借的 现在到日子了 你和你点东西要点利息 是吧 你说爸这这钱不交 外衣医生给停 要怎么办啊 不是 不是 说好了咱们这是 一人意外 你说爸又不是我一人吧 咱们大家的吧 反正我我不是 今晚污扰都花过几万呢 不是 我跟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今天钱又不交上 爸这要就得停了 你就得先看着半死不活的 你到底要不交 交交交交交 不行 不是 说好一人一万 我全店一样的 不是 你们南口 不能这么黑不黑白不齐了 求你这样的 志华去给你交钱了 学校挺好的 只拿了两万 你放心吧 可不喝 我给你倒杯水 爸 爸 你看着我 爸 爸 爸 你看我 爸 你怎么了 我是月明啊 你认识我吗 爸 哥 你看爸爸怎么了 我叫他没反应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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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饭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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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还好好的呢 爸 叫人哪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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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站上去 爸 昨天还好好的啊 医生 我怎么叫我爸都没反应 病人恢复得不太好 我觉着啊 你们应该有思想准备 像他这样 一直瘫痪下去 就会成为植物人的 啊 这 怎么可能啊 扫车跟我有反应呢 我叫他他有点头有摇头的 医生 现在 我爸这种情况 是不就已经算是周人了 哪个蛋了 周人不是什么也不知道 你看我爸这不还有点反应吗 他这这个脑部啊 已经受损了 损伤不能恢复 这种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 除非有奇迹 病人很难化对 爸 爸 你看你就老哭了你 爸 说话呀 我走了 我走了 你看什么呀 我上班去啊 不是那个信用卡上 还透着织呢 我这不上班不就 跟人不给公司了吗 一文 你干嘛这话 我这看看爸呀 不是 你不上班了 不赚钱了 不是 我真的 怎么玩啊 人家那个志文 还信用卡 你 你不赚钱了 月梅辛苦了啊 哥 哥 好 avons 我们下班了 那个小电视 没事 你怎么不多陪她一会儿啊 这不回来着急陪你吗 我又姐在这儿呢 那能行吗 这么长时间 全是你姐一个人伺候着 不合适吧 那不合适怎么办啊 你现在肚子这么大 能去吗 我嫂子 她能去吗 不是 请护工 咱有钱吗 那倒也是 你爸一直那么躺着 来来回回端屎端尿的 全都是你姐 我姐能干 要是你说这么大学校 这么抠啊 怎么才给这么点钱 没办法 学校那个财务室说 今年医药费 全都抄了 好多老师医药费都报不了 反正学校是没什么钱了 咱们爸这病 一天就好几千的 这两万块钱 没两天就全没了 要 跟你商量点事 能不能把咱家那个 国债卖了 你疯了呀 那国债是给那个向东 那个教学基金呀 你卖了它 以后向东上高中上大学 怎么办呀 咱家一共就那么点钱了 我告诉你 你要把这个钱花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就 这不是救急给爸治病吗 这不救命钱吗 那你就把你老婆孩子都卖了 不就完了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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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想办法吧 别生气了 这不跟你伤了吗 妈 我让你去看看爷爷 你赶紧把饭吃了 吃完以后 你还得去上补习班呢 我不去补习班了 把钱留给爷爷吧 这都什么孩子 这什么老公啊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呀 我为你们俩 我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买的 这干嘛呢 我还 还怎么地怎么地吧 十四号床家属 你们家账户长没钱了 赶紧给补上 又没钱了 志文 医院账户上又没钱了 不是 又要交钱呀 不是 姐我真没钱了 我上次都交了 你怎么不找我哥呢 被哥打了 我都打了三天了 他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了 那 那你说怎么办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一点折的没有 喂 志文啊 爸 爸 是不是又没钱了 可不是吗 那医院真够黑的 刚交两万 这又没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行 把咱存那三万块钱给爸 不是 那钱是留着生孩子用的 你肚子现在一天比一天大 那将来要生了 一点钱没有啊 怎么办呀 就爸要紧 不是 再要紧 我现在也无能为力 马上信用卡透支的钱 又该还了 我都不知道 是 上哪弄去的 那爸怎么办啊 我找我哥去 不是 你行了 就你嫂子那人 要不还是咱俩想办法吧 想办法 好 我这天到晚 怎么一点高兴事都没有啊 你俩怎么着怎么着吧 我上班去 您好 爸师兄 您好 您好 帮我把卡里这三万块钱呢 您好 你告诉 您别怪老婆 吴灿 谁 这 怎么能的就是啊 没事 我就着急想给咱爸取钱看病 都怪我 奔手奔脚的把自己给弄伤 这不是 别着急 钱在这了 先把咱爸那医疗费给交上 不是 你这 没事的事是吗 你别急 真没事 你是病人的家属吗 不是 不是 胎儿有些不太稳定 需要住院观察 行 不是 她现在 怀孕我都怨了 不是 你拜托啊 好不好 你放心 我会尽力的 你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 好 那我 我去办一下 志文 来得正好 有钱了吗 咱爸这些钱 什么呀 我是给崔灿交钱的 他住院了 崔灿怎么了 你说你把飞给我打电话 结果崔灿听见了 去银行取钱 摔了一根头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我这 走 我走 钱都给咱爸交了吗 交了 交了 你放心吧 人uela同志 恢复啊 咱可不能不管吧 行了 就 就就安心吧 好不好 孩子没什么大事 就已经安inqu discovery了 你闭上眼 Bib 歇会啊 reliever sh Tough you 没 月梅 爸怎么样了 大厂 把家里那几头牛卖了吧 卖牛 才买的呀 那咱家今年一年吃喝拉扎睡 全凭这几头牛呢 那卖了牛咱咋办呢 我叫你卖你就卖 你都废话干嘛 唐医院里的是我爸 我爸重要还是牛重要 好好好 你别发那么大火嘛 我卖还不成吗 爸 我爸怎么了 你家属干什么就怎么了 病人病情恶化 家的人呢 不是 我爸想怎么了 您好 辛苦了 我是包含公司的 那个 这是我们的小礼物 您拿出来 行 以后啊 您要是买保险 各方面您找我 我给您打开最大的交口 行 谢谢啊 姐 志文 爸不好了 快 你赶紧来啊 啊 不怎么怎么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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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你先我 我马上过去 好 怎么了 我爸那又有什么了 我我赶紧过去啊 怎么了这是 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我 以后病人身边 千万不敢离开人 来来来 岳北 你干什么去了 你啊 不说好了在这看着办 你怎么上哪去了 啊 好意思哭你 不哥 你不能那么收我接 我问你 你干嘛去了 啊 我我我我上班了 你上班谁不上班啊 啊 我姐在这盯多长时间了 啊 不是 我你你还说他 爸的医药费 哎 到现在你掏过吗 你说那些都没用 爸有病了以后 那我一直在这进行忙着呢 你也不是看不着 嗯 你们吵什么呀 这是医院不是菜市场 你们这家人怎么回事啊 医药费到现在都没服上 看我看什么呀 我不看你看谁啊 姐 都掏两万多了 啊 姐一那点家底 你又不是不了解 你总不能让他卖房卖地卖奶牛吧 我 不是你别说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跟你说 我现在 爸这本 我顾不过来了 我现在只能顾 崔菜和肚子里的孩子 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办 我就是个水冷空啊 我就那么点钱你 我没钱你让我怎么办啊 可真的我跟你讲啊 你是咱们家所有人里边你是最没有负担的 你又不还房贷又不还车贷 我嫂子那又不怀孕生孩子 你什么都不管 你这不是把我跟我姐往死路上推吗 啊 不你这是不是我哥你的还啊 啊 我怎么不认可了 哎呀我 我太不认可了 我可是 都是娃娃的 干什么你不在这 让爸爸安静一会儿行不行 你能不能不爱我做爱他这天的呀 你到底想怎么呢 啊 这居然是你家啊 你还有本事了 你还推我 推我家你 你试试 哎呦阿姨 嗯 这下阿姨你坐下坐下 别担心嘛 担心也没用 我托我的老同事 买了点进口的绒栓药 最好的 正对你爸这病 回头我跟李主任说说 给你爸马上用上 四小姨 你对我爸真好 谢谢你 哎 应该的 坐下坐下 哎 你也该休息休息了 脸色不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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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儿啊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再怎么要咱也是一家人了 是不是啊 嗯 催淡着住了院呢 现在孩子保得住保不住 还不知道呢 这心里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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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他怎么就突然间就挠血栓了呢 他以前没这毛病啊 是让车撞了 没有啊 紫霞送来的时候没有说被车撞啊 哎呀 他说没让车撞了 不是当时情况咱也没看着啊 我说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你想想啊 不是紫霞跟爸费尽费骨 他怎么能就找着爸了呢 而且第一时间就把爸送到医院来了 那真是你不觉得奇怪啊 我周二你说话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听不懂啊 阿姨 哎 你们两个别老在这干坐着 月梅累了 让他回去休息 你们换换他 老阿姨你走了啊 啊 慢点的啊 哎 你说话什么意思啊 啊 端端 主任 呦 吴大夫 哈哈 老来打扰你 不好意思 我就是问问牛泉胜的那个病啊 他能不能做个二次手术啊 车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想说咱爸是让紫霞上来 那不可能呢 你 不是 你你这是啥呀 我问你 紫霞开这什么车 那车挺贵的 他肯定有保险吧 只要他认了爸以后的医药费就有保险公司管了 你是不是 你这也太缺德了 你这 再说那也犯法呀 别跟我说什么 发不发的 要不爸以后的事都你管 怎么就我管了 你说 我哪有钱呢 那你没钱 我也没钱 那怎么办 那只能保险公司管 这能成吗 有什么不成的 只要他认了就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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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书可真是没白念 真聪明 要说就跟他说去 他骗上不是我去说的 要去一块去 你们俩在这看一会儿 我回趟家 你干嘛去 我回去把那两头牛卖了 不是 姐 我就顺嘴那么一说 你看你这 哎是 本来就是要卖的 我怕大成办不好 不是 得给爸凑医药费啊 明天要再交不上钱 人家医院就不让住了 你们把爸看好啊 爸 我回趟家 啊 不是姐 不是姐姐我说姐 一会儿护士长要是催的话 就告诉他 我们很快就有钱了 啊 把爸看好 月梅 你注意点啊 哥 你说 姐把那牛都卖了 他多少钱啊 也就爸几天医药费去 爸 我问您个事啊 您是不是让紫霞一撞了您才发的病啊 才进那医院啊 要是呢 你点个头 不是就摇摇头 不是 爸 那个 还有上回 那个 那个 您骑了行车那回 他不就转过您一回吗 你还记着吗 爸 要是的话你就点点头 没事 没事 那紫霞一撞他有保险 不用他赔钱 那保险公司就赔了 爸 你去点点头吧你 那你别为难爸爸 你说 爸那人脸多薄啊 用这么仗义 就是紫霞一撞的 他肯定也不能承认 是吧 那得赔多少钱 多少钱 我得算 你说从爸住院到现在 这 这是一笔是吧 这还不知道住头上时间呢 这 这以后这个 也得算呢 再加上务工费啊 什么烂七八糟 我觉得 对手啊 出院了 喂 我这买牛呢 对 对对对 早一会儿回去 再见啊 老李 怎么样 真的我 不跟你胡说 我这牛呢 正残奶着呢 我当初买的时候 我真的花了四万多呢 现在的奶啊 卖不出去 你不是不知道啊 三万不少了 就这么多吧 老李 你这砍的也太低了 再给加两千 一毛都加不了 大成 哎 哎 怎么样 卖了吗 没呢 我说要三万五人 只给出三万 这亏得太大了 不卖了 别 三万就三万吧 三万卖了 卖了 你求你媳妇 你求你 嘿 我去找车去啊 别买啊 这把牛卖了 咱们家一 几年吃什么啊 饿不着你 给我爸看病重要 哎 那那那两棵枣树 他们家要吗 那两棵棍树 能卖几个钱啊 要么说你就不会办事呢 要么说你就不会办事呢 爸怎么样了 没事了吧 他抢回来了 这不 这不鬼门关子 走一圈吗 怎么样 人醒了吗 醒什么呀 反正就这么维持了呗 不好也不坏了 别的你就先本管了啊 你他的事把你自己演好了 好不好 我们会照顾好爸的啊 不是 你是不是想吃点什么呀 我给你埋下来 喝水吗 哎 谁呀 来了 来了 哎 哪位呀 呦 阿姨 你们哥俩呀 来来来 进来进来 请进 来 请你屋坐吧 不是 好 阿姨那个 我就不坐了 开门见山呗 啊 那个 那天是不是您把我爸转了 我把他进了医院啊 啊 什么意思啊 你们我 我不太懂我没有转他 不是 那天我们俩走的时候 我爸还好好的呢 然后我们再见着的时候呢 就您就把我爸送医院去了 那我爸他不让人转了 不是他不舒服了 他病了我当然会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那不能又说是我把他给转了呀 阿姨 啊 你是不是就 转了一点点啊 我一点点也没转啊 你们不可以这样的 阿姨就是您撞的吧 我们也不追究您这个 反正呢就是这个也有保险 然后你也不用您掏钱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明白 你们不能这样 我没有撞就是没有撞 你们不能诬赖我的 阿姨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你要承认了吧 这些药费什么 就保险公司拿了 您就是真撞了 最后有保险公司那边那个整个都复杂 我呢就是又做保险的 这方面我又特别闻清 然后呢 您您您只要承认了是吧 这事就就就就行了 就您配合配合 我配合什么呀 这会儿你可是读过书的 你是上过大学的人呢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你怎么能这么做呀 你这叫讹诈你知道吗 讹诈保险公司也是犯法的 您要是不把我爸撞了 您凭什么把他送医院 然后还给他套医药费啊 我从小就就听说 我一直懂得这个道理 天下没有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没有免费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站在一个老人 你肯他病吗 我就不能把他送到医院去吗 阿姨您承认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 我们是朋友们的 这不是这样的 没有状态 我为什么大姨 让我认识 就承认 那我就只能公司不犯 什么小公司不犯 你打算怎么公司不犯 你打算什么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你的谁 你ọn他 到底是什么 你要说 你家里兰 在这部分 这玩意那现在怎么办呢 这事既然张了口了 也就不如往回收啊 那怎么办 老太不是你账囊找一张 让他认账的地方 上哪找让他认账的地方啊 报警 合适吗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呀 只为了给爸弄医药费 喂 是姜娃喇吗 哎呀你 masing 快快快快快快 怎么了 咱们就那种说的警察 也不能就相信喽啊 老太太要把爸撞了 车 зат他有痕迹啊 对啊 就这车呀 拿什么咋呀 我找着东西 你怎么还随身带着呢 你咋 我已经干了点 有没有人呢 志文啊 我看算了吧 这么干也太缺德了 再说骗宝那也犯法呀 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这也松弹包你这 从小到现在还这样 不是我觉得 不合适你 给我 那行 那我给你看点人啊 您是这儿的居民吗 对对 是的 车主是谁啊 车主就是这个 我晚上那事呢 你想到这儿一趟 还是有个小孩 小孩没这么多接 怎么了警察同志 这是您的车吗 是我的 有人报案了 说你这辆车啊 撞了一个叫牛全胜的人 您呢 现在得 不是 您听我说哈 我真的没撞 我跟他们解释得很清楚了 我从来没有撞过 老婆 跟我解释也没有用 您看这车没有 哎 这哪来的坑啊 警察同志 这确实不是我撞的 我跟您说呀 那天他们找到我 我说了我没有撞你父亲 老婆 老婆 您别激动 您别激动 您跟我说也没用 跟我去校警队 咱们马上出去 干嘛呢 好不好 赶紧走啊 来来来来 走走走 那行吧 你真是气人 来了 哎 我哥呢 哎 昨儿一行老头儿没人管 糟了老罪了 哎 这 你说他俩上哪儿去了 我让他俩看着的 他们的话你也行 就这把爸伸这儿 哎 我说啊 你赶紧把这苹果吃了 我跟你说 苹果特别好 不是有种说法吗 说一天一苹果 疾病远离我 维生素含量特别高 对孕妇 我孩子特别好 嗯 我跟你说呀 你说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啊 再出事我就真疯了 哼哼 我知道了 我会注意的啊 哎 我住院的事 你可别跟咱爸说啊 不然他给担心了 哎 现在谁在那儿照顾咱爸呢 我姐在那儿呢 嗯 你昨天不是说 你姐走了吗 我姐不在那儿 我哥就肯定在那儿呢呗 行了吧 我这边没什么事 你去看看咱爸去 不是 你要要不 要不我就 我过去看看 你去看看 啊 你要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就赶紧过来啊 我没事 姑姑夫 哎呦向东 爷爷我看你来了 大巢 原白 嫂子 这怎么了这是 这孩子叫不吭声 大哥叫也不吭声啊 这我们又啥地方 做的不对了 这一两官司 我不吭声 那你不吭声 咱们 那你不吭声 那你不吭声 吧 现在